在娱乐圈有一些名气很大 但是去不幸去世的天王及巨星 他们的离世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是倍感疑惑 下面就带大家去盘点一下 这些助离奇身亡的巨星们 迈克尔·杰克逊 毫无疑问是全世界的偶像 他的一生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捐赠了不少的钱 在音乐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甚至在他去世的今天 他依然是乐度不减 但是他最终去死在了手术台 随着迈克尔的死亡 死因一步一步明朗 谜团却越来越大 死因是私人医生注射了致命剂量的一柄分 造成迈克尔·杰克逊心脏病突发死亡 难道真的私人医生的失误吗 性感的玛丽联盟 录于1962年8月4日自杀 但是很多人猜测 并不是死于自杀 而是死于知道太多的白宫秘密了 据称玛丽联盟路死前的三个小时通话记录 都被删除了 可谓是一点重重 邵氏女星白小曼曾经是一代艳星 也是一名传奇女星 可是死亡原因至今是无人知晓 关于白小曼之死流传最广的解释是他不堪黑社会 毕业才凤然刺杀 1995年5月8日 邓丽君在泰国清卖煤冰饭店15楼的一间贵冰房 也哮喘并发作猝死 方箭传说 邓丽君脸部有长痕 怀疑他并非死于气喘 医护人员则表示 没有瘀青也没有任何外伤 直到现在死因仍然是个谜 陈百强刚满35岁 阿兰传出他昏倒被紧迫送往医院后媒体有关 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 最被外界所知晓的是 陈百强用酒送药物 形成中毒制式昏倒 但至于实在死因仍是个谜 说到意外离世的巨星 怎样不能让人想到哥哥张国荣 在2003年于人节当天 张国荣从中环文华东方酒店16楼的窗口纵身一跃 完毕了自个46岁的生命 有关张国荣为何要跳楼 外界有多种传言 甚至有他善意说 不过去张国荣身边好友回答 张国荣是自个挑选跳楼 抑郁症让他很苦楚 才会挑选如此极点的方法 完毕自个的生命 直到今日很多歌迷依旧在思念 哥哥张国荣永久活在歌迷心中 1973年7月21日的香港报纸 头条新闻皆是李小龙的粗亡 口径几乎一样 当红功夫巨星年仅32岁的李小龙 昨日深夜11时30分 在伊丽莎白医院报比死亡游戏 是李小龙生前没有拍完的最后一部电影 有传闻说李小龙是因劳累 过度在拍戏过程中猝死 也有人及此炒作说李小龙死在 绯闻女友丁克家中至今死因 仍然不明李国豪的死亡 跟父亲李小龙很像一样成为未解之谜 1993年4月1日0点30分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式的电影片场 他演对手戏的麦克尔麦西战 在20英尺外手持一把0.44口径手枪 枪声一响 李国豪应征倒地鲜血四箭 李国豪重弹直到死一直处于昏迷状态